港姐原胶片外流!即使笑话也是港姐的女星被爆是原胶妹,50分钟性爱影片被疯传!网友,我的完美女神啊! 香港又在出女星不雅视频外流事件,而这次的女主角竟然是2016年港姐出身的冯盈盈。一直以来,拥有外形甜美又拥有一双鲜白美腿的她在出道前就有笑话缝号,出道后更是不少男网友心目中的完美女神。 然而人红是非多,日前就有一部长达50分钟的性爱片在网络疯传,矛头直直影片中的女主角正是冯盈盈。 据港媒报道,这位小花女星虽是港姐出身,但却不受港姐况下限制,将花尺度大赞,婚宿不济,自然又不做作的个性深的网友喜爱。 此外,该女星过去更一度被爆料是袁娇妹,不过已被本人亲自否认,强调亲者自轻。 如今香港论坛爆出疑似该女星性爱片外流,立刻吸引上千名网友疯狂求党。 只是根据看过影片的网友心得分享,大部分都认为女主角正归正,但很明显的不是女星本人,女星胸部大多了,我看过,不是她,这不是好久前的骗了。 作为2016年港姐冠军的冯玲玲,Crystal,自从选美的时候穿过三点式比肩宜上阵之后,就显有见她以永依相见人,即使在其Facebook或Instagram已未有见太过性感的照片。 不过昨日就来一个大解放,炎炎夏日,最好当然是来个水中畅涌。 虽然尖中有雨,不过无阻Crystal的性质,见她在IG上有两段即时动态都穿住三点式比肩宜在一个水桶中饮香槟,及其血液。 冯莹莹就已大胆出名,在TVB有不少演出机会开局,有份主持后生在清夏季,更令她人气急升。 事关冯莹莹不时在节目中语出惊人,既是爆料王又是金剧王,同时她不被港姐形象框住, 无论黄色笑话,身材,密文等采界话题都不会必先,够放又够真,就算被封为姓博士,她都效助接受,够贴的的个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